好来我们现在用sus party practice topic的来做from 3 chapter 1的indices ok在这一边减1m power 4的话呢 它会直接变成m power 4 为什么呢 因为它等于减m乘减m再乘减m再乘减m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那个减乘减加减乘减加加增加加 所以它会变成m power 4 ok 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其实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 你看如果我有减5 power 那一个4的话 它变成625 因为5 power 4其实也是那一个625 所以我没有减的情况之下 它都是m power都是5 power 4 都是一样的 所以减m power 4都会变成m power 4 就是这样 然后接着这个减1u2u3 power 3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减 然后2乘乘4加乘加利液212加这个3 然后跑3 然后减3 power 3就减27 然后8 然后278啊3824减3 然后24就3 ok 所以它答案是A 所以我可以用我的计算机来按减 shift 这一个 然后它就有分数1u2分之1 然后我再挂护起来power 3 然后它就变成减278 然后我的这个减278呢 我就直接按shift sd ok 所以它答案就会变成这一个 正确 然后接着减k power 8除5 减k power 8呢 它会变成k power 8 除k power 5 然后它变成k power 8-5 然后它变成k power 3 ok 所以它答案是4 然后 然后 再来这一边 a power 4 x a power 2 等于a power 2n 乘是加 所以a power 4加2 等于a power 2n 所以我的a power 6 等于a power 2n 所以我的6等于2n 然后n等于6除2等于3 ok 刚刚上面这一题呢 它是减k power 8 减k power 8的时候呢 你看减k power 2 它会变成减k乘减k 然后它就变成了k power 2-减-变加 然后我的减k power 4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减k 乘减k 乘减k 再乘减k 然后它变成k power 4-减-加-减-加 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减k power 4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减k power 2 乘减k power 2 减k power 2是什么k square 乘减k square 所以它变成k power 4 以此类推我的减k power 8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减k power 4 然后乘减k power 4 所以他变成k power 4乘k power 4 所以他变成k power 8 这样 所以这一边他虽然有减啊 但是你 因为他power 8之后 他变成positive 然后8-5他变成3 所以他答案是c 这样 接着在这一边的这一题 他的呃问难一个会变成m2的power6 这个会变成两个m power3 这一个会变成m power2加3m power5 这一个会变成m power3的power3 然后他变成m power9 这一个会变成m power2的power3 所以他这一个会变成m power6 所以他答案是D 然后第六题的时候 这一个2跟4越减 所以他变成1本2 乘4加2加5 所以他变成1本2皮刨7 所以他答案是A 好就是这样 好来接着我们看第七题 我有这一个除这一个再除这一个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就会变成了2 除6 然后我的p power4 减9 然后减1 然后这一边呢 他这一个是q power0 q power0 减2 减3 所以他变成1本3 p power 减6 q power减5 所以他变成1本3 p6 q5 1本3 p6 q5 ok 好 然后 这一题呢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样 他是2 p power4 除6p 叫 q9 q p power9 q power2 除 除p q power3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这一个的分母是1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我可以越减1 3 然后接着这一个4 然后5减9减4就5 所以他变成1本3 p5 q2 乘1本p q3 然后他就变成1本3 p6 q5 q power2 乘Q power3 Q power5 P power5乘P power1 P power6 所以他答案是B 在这一边这一题呢 看起来好像第一种方法比较容易 可是第一种方法呢 他的难度是在哪里呢 他的难度是你补这个Q power0 因为我为什么我可以补一个Q power0呢 因为我知道Q power0是1 所以我这个乘上一个1是没有问题的 ok 然后我的这一边我就0减2减3 这样他就变成-5哦 然后 嗯 嗯 你你一定要懂这个Q power0等于1啦 你没有这个Q power0等于1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 这样继续做下去的 ok 嗯 然后 呃我因为你没有补这个Q power0的时候 你就心里想哎这个2 然后3 嗯 要怎样什么东西来减 ok其实是0减2减3 这样 好接着这一题的时候呢 他这一个是 就是呃 我知道我的这个A POWER M B ROOT M的时候 他变成A2MB ROOT M 所以这个是HPOWER 7% 所以他的答案是B ok 好 然后 然后 接着这个也是同样的一种方式吧 然后 可是我的这个243呢 我知道 3 9 27 8 1 243 这个是3POWER 5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是3POWER 5 ok他是3POWER 5 然后POWER 2-5 然后再POWER 减3 所以我的这一个跟这个Yet 所以我会变成的这一个3POWER减6 然后729 这个是3POWER 6 所以他这个是1POWER 3POWER 6 然后他就变成179 所以他答案是A ok 然后这一种题目呢 其实很简单 你就直接用计算机 我们的计算机呢 他 这一个他叫他NATURAL DISPLAY 什么东西叫做NATURAL DISPLAY呢 就是说 你的 在你的作业里面看到的东西 就是你TAC的这个东西 ok 所以这个挂5POWER-3 这样 好 所以他会变成179 他的答案就能够直接拿到 ok 好 这个是直接 直接就可以拿到 ok 好 来接着这一题呢 他这一个是 -2POWER-2 POWER-2 M POWER-2 然后这一个9 然后9% 3 他会变成M POWER-3 ok 然后这一个是 4POWER-2 M POWER-2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这一个 -2POWER-2是4来的 然后我的M这一边呢 是乘是加 除是- 1POWER-2 4POW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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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变成14POWER-2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这一个踢上去 ok 所以他会变成4 power 呃1加2 4 power 3 m power 呃2加3加2 然后才变成7 所以4 power 3 m power 7 然后64 m power 7 ok 所以他答案是D 第十题是D 你只是单单号码的那个部分 你看我的这一个我只是单单按号码 减2 power 2 然后整个百 然后这一个是4 然后power减2 他变成64 ok 好 所以他这个会变成64 这一题呢 其实非常简单的 我知道5 25 又不是来自5的家庭 5 power 1 5 power 2 5 power 3 所以这个是5 power 3 然后4 power 3 然后4 power 3 除1 power 5 power 2 减1 乘减5 power 3 然后5 power 4 除变成乘了 乘5 power 2减2 乘这个减5 power 3的时候呢 他会变成减1 power 3 5 power 3 所以减1 power 3是减1 然后减加减减 然后接着5 power 4 加减2加3 所以他变成减1 乘5 power 5 5 power 5 他是变成减1乘5 power 5 所以他答案是B ok 呃 他的这一个减5 power 5的时候呢 他这一个 啊减5 power 5 是减1 power 5 然后还有5 power 5 所以他会变成减1乘5 power 5 就是这样 B 好 来接着我们看第12题 他要我们filling the blank with the correct number 这个这个是x power 减4 然后 y power 2 y power 2 y power 2 自己乘自己三次 y power 2 power 3 然后z power 0 等于1 因为我们知道任何号码 什么啊 a power 0 等于1 前提是a不等于0 减4 432 ok 所以他这个是减4 好 来在这一边他是一些operation 然后他要的是y power 6 y power 6的情况之下呢 我的这一个呃 y12 除是减6 所以他这个是y power 呃18 然后我的这一个呢 他是y y14 乘24 所以他会变成y power 6 对 这个是y power 6 好 然后接着我们 我们再来继续看着下去 他在这一边的这一个 y power 1加5 y power 1乘 y power 5 然后他变成y power 1加5 和y power 6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这个没有问题 ok 好 然后接着我的这个 这个y power 3 power 2 然后他会变成y power 6 3乘26吗 这样 所以这个也是对的 然后 接着再来这一边 y power 12 power 1加6的时候 他变成y power 2 1666 22 然后接着这一个 y power 9 over y power 3 然后他变成y power 9 减3 然后他变成y power 6 所以他这个答案也是y power 6 ok 所以我们这四个 是符合条件 所以他在这一边 y power 9 over y power 3 y x y power 5 y power 3 y power 2 然后这一个是这样 好 来接着我们看第十四题 diagram show two group of indices 然后complete the table in the answers space with equivalent indices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个是n 307 等于这一个 所以这一个跟这个mesh 然后这个是 这个其实是m power 1.3 ok 这一个是m power 1.3 ok m power 1.3 1.3的时候他就是root 3 这一个是m power-3 所以他这个是m power-3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觉得他作业是这一个东西 这边错了 他这个应该是3 哈哈哈哈 好 ok 1.3 减3 对 然后determin matter each of the following equation is true or false 5抛3乘5抛4 乘是加3加4 所以他变成5抛7 他不等于5抛12 所以这个是force ok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个是9抛2除9抛减3 然后9抛2减减3 然后他变成9抛5 然后这个是3抛10 9其实是3抛2 好 所以他变成3抛10 所以这个是true 这一种题目 他还有另一种暴力破解法 我5抛3 然后再乘5抛4 然后我拿到答案是7815 然后我的这一个5抛12 我拿到的是这样 然后我的这一个9抛2 除9抛2减3 我拿到的是这一个 然后我的这一个3抛3抛 会等于这个 所以你看这两个一样哎 ok 这两个一样 然后这两个不一样 ok 所以这两个不一样 这样 好 所以他是force跟true 接着我们去到varkensy 然后simplify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 他的 呃月减248 所以他变成p power4 乘q power1002 乘p power减3 乘q power3002 乘4加 4加减3 q 1002加3002 所以他变成p power1 q power2 所以他变成p q sq ok 所以他当然是p qsq 然后 这一个呢 他的 这一个东西 他有125 powerm乘25 powerm等于1 然后4 powerm 除2 powerm等于32 我知道125来自5的家庭 那是5 power3m 乘5 power2m等于1 因为我有525 125 这个是5 power2 这个是5 power3 这个是5 power1 然后2的家庭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有 等下我再讲 这个是5 power3m 加乘4加 等于5 power0 所有的3m加2m等于0 这个是第1个equation 我的4 powerm呢 他变成2 power2m 除2 power2m 等于这一边 2 4 8 16 32 所以4是2 power2 32是2 power5 2 power5 所以他变成2 power2m 所以我的2m-2m等于2跑5 所以我的2m-2m等于5 so这个是我equation1 这个是我equation2 我的equation1加 equation2的时候 3m加2m 才会变成5m 然后2m加-2m的时候 没有了 0加5等于5 所以m等于1 我刚刚能够就这样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这个 加2m-2m一样 然后可是他符号不一样 我用来加的时候 equation1加 equation2 他就刚好会把-2m 弄不进 然后sub我的那个m等于1 intoequation1的时候 我的3乘1加2m等于0 所以2m等于-3 2m等于-3和2 所以我的m等于1 m等于-3和2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他是 simultaneous equation ok 2元一次 和我们的这个indices结合 所以你的form1 chapter6的基础 一定要达好 你form1 chapter6的基础没有达好的话呢 你来到这边就会有问题了 好来 接着我们 再来这一边 他说的volume of a cube 就是这么多 volume of a cube board是400 times the volume of cube so我的volume for cube 是2乘10 to the power of 3 然后我的volume for cube board是他的400倍 就是400 乘以2乘10 to the power of 3 ok 然后 呃 give your answer in index notation ok 所以在这一边400呢 他其实是4乘100 乘2乘10 to the power of 3 然后我的4呢 其实是2 to the power of 2 然后10是10 to the power of 2 好 2 to the power of 1 10 to the power of 3 所以他是2加1 12加3 所以他这个是2 to the power of 3 乘10 to the power of 5 这样 ok cm cube 这个是作业提供的答案啊 其实我自己是有所保留的 因为如果给我的话呢 我在我计算机里面我就算 400 乘2 乘10 power of 3 的时候 他会变成这样多 ok 他变成这样多的时候呢 我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按 shift fac 他会变成这一个 他真正来讲呢 他是2 power of 8 乘5 power of 25 为什么是2 power of 5 乘5 power of 5 因为我的10呢 其实是2乘5来的 所以我的2 power of 3 乘2乘5 power of 5 所以他变成2 power of 3 乘2 power of 5 乘5 power of 5 所以他变成2 power of 3 加5 乘5 power of 5 然后他变成2 power of 8 乘5 power of 5 ok cmq ok 我觉得你写indices的情况 index notation的情况之下 indices index notation ok 这个他不是scientific notation哦 scientific notation的话也不应该是这样哦 scientific notation的话呢 他是这一个我们在这一边我拿到这一个东西 然后我按eng 然后他是800乘10图的power of 3 ok 呃我就可以在这边一格两格三格四格五格 所以这一个呢 他其实是8乘10 2 power of 5 ok 这一个是form 3 chapter 2的indices in scientific notation scientific notation ok 他 呃 他 他这样的写法 我有所保留了 给我我会写成这样啊 但是我猜到他要的是这样 ok 课本要的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一题是有争议性的 就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165题的这一个 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样power power 所以他会变成mpower-2mpower-6 乘4mpower-1mpower-3 然后over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他是2power-3mpower-3mpower-6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这一个是4over-8 2power-38mpower-2 加1-3mpower-6 加3-6 那其实都不用这样加6-6 那其实都不用这样加6-6 因为我的这个跟这个就可以直接约掉了 好 然后然后他就变成了 然后他就变成了 102mpower-4 7-4 所以他会变成mpower-4 所以他可以变成mpower-3 那个2加hp3等于3.4 所以我在这边我的2加hp3等于4 然后我的hp3等于2 因为我2帮过去嘛 然后我的h就等于2乘3等于6 然后接着的这一个呢 我的这一边我的这一个16 我知道2 4 8 16 8呢是2.3 16是2.4 所以我在这一边 其实我可以交叉成的 我直接交叉成 这个交叉成 16乘8 我直接16乘8等于2.h 16是2.4乘2.3等于2.h 所以我的2.4加3等于2.h ok 所以我的这一个 2.7等于2.h 所以我的h 会是等于7 h是等于7 然后这一边 Mr. Lee买了一辆车 它是8万2千 在January 2019 然后N年后是8 2000 0.9% 然后这一个是2025年 它要找2025年 你看啊2019 20 2021 22 23 24 25 然后这个是第零年 这个是一年后 ok after one year after an year ok after an year after零年 after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ok 所以六年后 呃 19年 1月 20年 1月 21年 1月 22 23 24 25 25 25年 1月 是第六年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N等于6 所以它的那一个value呢 会是等于82000 然后0.9paw6 所以我在这一边82000 乘0.9paw6 ok 所以它的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号码 然后 呃 这样的一个号码 它要to the nearest ringgit的时候 就是ringgit的进质值 so 这一边它是四舍五路啊 ok 所以它这个是rm43578 嗯 就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的sus party practice topic的第一课就讨论完了 嗯